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缘唐善书 昆道与习气 主注先佛为九天玄女 此书为女性成道宝典 九天玄女将 诗曰 战战青天也妙姬 弄张弄瓦好成姬 世间唯有天功巧 善恶分明不可期 盛世无今日降注 昆道与习气 第39章 女子喜娇人堕胎 不欲另生 女子喜娇人堕胎 不欲另生 即是侄女子喜叫 其他的女人堕胎 不希望他人产子 世间至宝莫过于生命 而叫人堕胎 即是不尊重生命 甚至有部分 唯一者为了钱财而助人堕胎 凡此落落 朱端皆会犯下甚深业力 因为堕胎最直接伤害之对象 即是胚胎 胎儿 另一是孕妇本身 对孕妇而言 除了身体伤害之外 未来怀孕时 亦比较不易受孕 而且流产的几率 相对较一般妇女高 甚至把原有的子喜缘 因堕胎而断送掉 此外 堕胎妇女将来怀孕时 因血崩而危及生命之危险性 定义较高 再者 是难以言喻之心理创伤 如悲伤沮丧 罪恶感和遗憾 等 俗云 夫妻缘是溯缘 善缘 恶缘 无缘不来 子女缘是宿债 讨债 还债 无债不来 子女来投胎 须与父 母 自己三缘齐全 方能成胎 故并非无缘无故而来 世间人如若 与儿女无缘 纵使百求千求也难以求到 因此凡事能成为家中一缘者 跟父母之缘皆是非常深厚 故歉莫青年堕胎 无举一例说明 悉时有一女子 因自己无法生育 虽四处求四季后 但皆无法如愿 因此心生忌妒 若见其他女子怀孕在身 即怂恿堕胎 甚乖天和 今生代业在转世为女生 但因为前世叫人堕胎 不欲另生 故虽用尽各种方法 今世依然一生无子嗣 最后也因无法生育之因素 造成夫妻毗离 待其继续用尽无钱生活后 即独自流落街头 成为流离师所知游民 现今有不少妇科医师 为人堕胎无数 即是损服损得之来 此等业力多会 从现世报延伸至后世报 故有者遭遇横祸 有者精神失常 有者罹患癌症 有者中年暴毙 身心不稳 厄运不断 等 其果报皆甚为凄惨 普光正见如来有云 世间有二种人 甚为稀有 就如昙花一现般难可执欲 一种是不行恶法 从来不做恶事之人 而另一种是犯了罪 却即刻能忏悔之人 如是之人 甚为稀有 因为在此五着恶事中 能完全不行恶事之人 实在是甚为稀有的 故事人若有犯上述之罪业者 若能及时忏悔改过 则未来自可见离夜报之苦也 女性其实比男性更容易正果回天 九天玄女在此书告诉大家如何修女性伟大的德性 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皆要学习 一定可以成道 望大家可以求道 找有天命之一贯天道 或去圣堂 虚圆堂 明正堂 拱恒堂 还有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或一赤拱恒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脱离轮回 请同时也筑集弥勒净土 请联系异赤拱恒堂师兄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恩九天选女 感恩九天选女 此书就是女性成道正果的宝典 若女性可以做到 一定可以正果 男性也是 可以从此书学习道德性 应用在日常 相信很有帮助 虚元堂是一间非常好的圣堂 有许多善书可以注印 他们目前有建庙、点灯、元臣、健康、月老、福禄 请搜寻虚元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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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道的好处真实不虚 一、求道后仍记得三宝 且功过相抵后为功大于过 可回天接受正果考验 通过后可入天佛院 弥勒佛国无极天或诸佛净土 二、求道后上天会派一位护法神随身 但若退失道心护法则离开 清口后则又多派一位 三、求道后去佛堂班会听道里 在地府或地狱受苦祖先可到现场接受法语滋润 四、清口后减缓杀业讨报 成心可获得无量福报 但以萧自身六万年来业障为主 了业回天舞 修道后有许多考验 通过考验可抵消业障讨报 又可晋升自身道果 一举两得 诚心修道者 祖先可脱离受苦 至地藏古佛处修行 六、太多好处 法会听课等于增进智慧 班会服务等于累积功果 早晚献香等于永续会命 清口如素等于福德俱全 度人修道等于功德无量 七、求道后 一生不退道心 不离佛堂 心中有道 不害人 不骂人 不破坏道物 往生后 三观没通过 可免去地府地狱 可去寄功活佛的净土南平山去修行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弃天心 南天虚原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才不失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助印善书 光临虚原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原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